回到台湾顾问团 今天最新的进展又是如何 好 画面上观众朋友您透过0951072072的电话 可以借由这个方式表达您的意见 那我们在现场我们当然继续再讨论到 那么今天最新的成绩单是谁交了出来呢 国民党版的这个最新成绩单出来了 这个成绩单到底大家觉得能不能够接受 我们就带您先来看看 这个国民党版的最新的一个清单 民进党要如何跟进 跟在后头就表示一定会做得比你还杀吗 那现在大家要比的是杀吗 还是那个诚意 还是说应该制度化法制化呢 来看看立法委员行使职权 所需费用的国民党团版 哇 热腾腾的中午才出来 我们带您来看到了 最后的这个项目很多了 我们最后看您来看 总共删掉多少钱呢 原本删到说这个两小A 加上一个两万块钱的手机建制费 不过33万6 那么现在党团建议版总金额删掉了 94万不要怀疑 这是94万 94万4476块钱 马上告诉你 在原本的比例是删掉了51.3%了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三年未来三年还可以省个三亿两千万元 这就是国民党的一个诚意 但是现在看到呢 这一块的蓝色是表示 继续要来做这个删减或保留的部分 行动电话费要保留个这个 这个三掉五千块 保留一万啦 文具费保留一万 汽油费保留两万 每年的国会交流事务费 其实就是出国去玩的这个费用 保留一半 十六万 租金服务的服务处的租金两万块 要维持 渐减费用一万四 也要继续比照政官维持下来 所以呢 现在三掉了94万多 我们看到这叫做诚意吗 我先请教黄委员 你们民进党版还没出来 那接下来比国民党还要杀 再多删个几万破百 将会人民观感觉好 我们民进党版本出来已经全删了 全删 对啊 因为大家认为 9A 9A 不是因为已经被污名化了 因为人家已经没有办法 听你一个理性的讨论 为什么不是理性 你要讲说 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 你不要跟我讲立委多辛苦 你不要讲说立委需要交通 什么都不要 因为这个没有法源 所以你统统给我删了吧 这个现在的氛围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当然就是 大家希望把胡子这样刮 那我们就要刮干净给人家看 刮干净给人家看之后呢 我们如果说要作为监督政府 才能够好好去刮别人的胡子 这也是社会大众对立法院的期待 那么这是我今天稍微时间上那样的原因 幸好赶得起 不过我简单说 其实大家对立法院的付托 用选票的付托 就如同大家 大家对于这个基金 四大基金的付托一样 很多人觉得说 很多事情或者说小媳妇觉得说 有工不赏 打破要赔 可是我觉得这个基金呢 确实有工有赏 打破了也没关系 也不用赔 甚至打破也有赏 只是赏少一点 我们看到基金的基金 我们现在先不要讲 任何的道德风险 任何的违法行为 我们只要非常简单的讲 以现在的手续费 我们不要讲说 什么跟那个投资标的的 那个内线交易都不用讲 我们讲说就算你是 你是非常干净的 然后你是好好去操作 但是就是操作绩效差 那操作绩效差有没有赏 如果操作绩效是0到7的话 以劳保为例 这手续费跟管理费是0.15 大家想法 你操作1000亿劳保基金 你可以拿1亿5 然后7%以上的绩效是0.2 那么如果是0到-7 绩效还有0.1 你还可以拿1亿走 那如果是-7以下 你可以拿0.05 大家看天下间 有这么好的事情 然后呢 那功效人员退辅基金的 操作的费用是怎样 是基本费0.1% 基本费0.1% 如果你的绩效大于两年的定存 你再加0.1 那如果绩效小于 这个两年的定存 你是0.05 减0.02 还有0.03 还有3000万可以拿入 以1000亿的基金规模来说 所以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 我们无法解释 我也真的很难期待说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基金的绩效 都输外国 输新加坡 输这个其他的国家 输美国 输瑞典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但现在的一个机制中 我们国家的机制 又没有办法有一套 有效的监督 其实才会造成张哲称 这个全区部长说 你问他说怎么办 你问他说你知不知道 说我不知道 这是发生在一年多以前的事情 现在我们的全区部长 居然不知道 你说这个基金管理多松散 好 这里说 如果我们所有的国家制度 现在大家一一再来检讨 不管现在讲到基金的管理 还有刚才讲到这个9A 到底要怎么删 是不是所谓没有法边依据的 相关的不合时宜的 一个福利津贴 都应该来删 清除一下 不只是针对立委 而是所有族群的话 这个再做下去 到底是不是能够正本清源 在这里我们讲 重要的一个态度 应该就是说 如果所有人在你的位置上 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尽心尽力去做 很多问题 恐怕不会这么样的一个糟糕 那么刚才讲到 那么民企党现在说 最新版本 在国民党先公布之后 94万三调之后 他们决定要全三 既然没法缘一句的话 刮别人胡子 要把自己先刮干净 你才有权利去刮别人的 好 那么现在 国民党 大家各自提出了 合理的一个方案之后 接下来王金平院长 会怎么样来进行协商呢 杨伟远 今天进行协商 那么各家版本 要拿加加起来 四个版本出以四 还是说呢 接下来还是各党团 各自 这是底线的嘛 我们把那个版本拿出来 就是各党团的底线 台链也说全三嘛 但还要来检讨 也是各个族群里头 各个领域里头 不合时宜的法令 接下来要做这么大吗 我先秀一下 因为国民党的版本 跟我的版本不一样 我是全三的 那我是主张全三的 我的理由是第一个 因为它确实没有法源依据 从民国96年开始 那个我们的预算中心 就一直提醒说 我们立法委员的这些 这个额外的支付呢 是没有法源系处的 那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 真的是已经国库很吃紧了 既然我们都开始检讨 以及这个之前既有的年金的话 那立法委员接着 如果说我们必须要 做一些调整的话 我觉得也是时候把自己 这个不在法源依据里面的东西 先删掉 你要检讨 要怎么样去讲的时候 才有说服力 那第三个就是说 这些过去所定定的这些 这个给付的这些费用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我还是比较建议国民党 就是说我如果说其他的党派 都删除的话 我觉得我建议也是一起 把它删除掉 那因为接下去 我们一定要面对就是说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 我们的人口老化的速度 跟我们少子化 还有目前为止 我们看不到我们还会 这个生育率会再增加的情况之下 我们立刻会面临到 10到15年 陈记长讲的 这个是还债黑暗期 我们举薪债 还旧债 只能还每一年的这个债息 那你所有的本金都还不起 而这个从现在45岁开始退休 一直到55岁 还有10年的退休潮 那这10年退休潮里面 我们现在900万劳工 可能10年以后 这些人全部都是领年金的 我们紧接着 55年次以后出生的小孩 你根本都接续不上 来帮我们缴这个费用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时候 是应该要全面性来检讨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 不只是立委 如果有必要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国家做一个调整 也是很好的开始 因为如果我们不在这个时候 做调整的话 我们会跟欧洲其他老化国家以后 我们没办法提供劳力市场 所以我们没办法吸引更多的投资 那同样的 我们自己会被整个老年的给付 你再过来老保的费用 又要再加速 因为我们的老化人口 需要大笔的医疗经费 所以我觉得从国家长远来看 是应该不分难率 大家好好来思考 那下一步国家怎么走 让我们的下一代有看得到希望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当然是我们的执政者 特别现在执政是 我们党是马英九总统 在这里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同样的看法 而且重点是要魄力把它做到底 我们待您看看这个9A当中 为什么还有所谓的隐藏版出现 这个隐藏版其实是 立法院预算中心自己抓出来的 也认为他同样没有法员依据 我们在今天为大家做了这样的整理 同样没有法员依据的 我们的立委朋友们 还拿到哪些的一个相关的补助呢 办公室事务费17万 开会期间的膳食费11万 那么这开会期间坐车司机的 误餐费1万6 国内旅费 另外还有这么一笔 国内旅费是时报时销的 今年总共编了3350万 大家来抢报抢销吗 国外旅游费 另外有国外的 特别是乔委的往返机票 这边也编了有220万 也是一个时报时销情形 这跟我们之前在讲的 这个相关的出国的 30万的费用 公费助理业务活动费 这些费用是不是很多 其实很雷同是一个 有重叠的一个地方 我要讲一下 这个不是个别委员的 这个都是跟党团有关的 所以实际上是这些 不是我认为A车的 这个绝对不是 这个里面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觉得预算中心这样提供资料 是不完整的 因为这个都是党团 就是各边各党派 自己来使用 那你不能个别的委员 自己去使用的 好 那么我们待会回来 就继续来看到说 这么多要来解决的问题 要来删除 要来制度建立 而且特别是要来 好好的来把你的该做的事情 用最高的标准来执行的 这个执行面 在现在我们都看不到 情况之下 整个大家的信心 还是没有办法提振 所以对于这个基金问题 对于我们的立委们 想要来自清的问题 能够在这个时候 接下来看到 比较光明的一个发展方向吗 我们待会回来 感谢观看